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Script 今天咱们是第13期 今天咱们的标题 大家请看函数的使用 对 咱们先想想 咱们要写一个业务逻辑 对吧 咱们不可能说 把所有的业务代码 都放在一个文件当中 都放在一块写 这是不行的 咱们应该怎么做 咱们是应该把共通处理 通用的逻辑 提出来生成一个函数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函数的使用 咱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函数的定义 第二函数的使用 或者说函数的调用 一回事 咱们马上看 在TS当中 该如何定义函数呢 其实和GS中 非常的相像 仅仅是 这个地方多了一个类型 什么类型 咱们从头看 首先Function 这个和GS是一样的 然后空格 然后跟上一个函数名 没有问题 括号 括号里面是函数的参数 然后括号之后 跟一个冒号 然后再跟上一个函数的返回类型 然后参数当中 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提供一个或多个参数 当然说不提供参数也是没有问题 参数后面 加一个冒号 然后后面 紧跟着是参数的类型 没有问题吧 咱们这个地方 我只写了一个 咱可以接着写 比如说PARA2 行不行 完全可以 稍等 这样写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说 咱们可以写多个参数 这个是没有上线的 OK 那么这个返回值是什么意思 返回值 或者返回类型 就是说 这个函数 咱们要不要有一个返回值 要不要有一个返回类型 比如说 我叫做一个加法函数 那么我返回的值是数值型 我做一个拼串函数 可能我返回的是一个strain型 对吧 甚至说 我返回的是一个对象型 都是可以 没有问题 接下来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 是函数的内容 或者说叫做函数体 非常简单 好 咱们讲完了函数定义 马上咱们看例子 咱们看 我这有一个例子 大家请看 干什么 做加法运算 请看 Function 这个是函数的关键字 没有问题 空格 然后add 这个是咱们函数名 然后括号 括号里面 有两个参数 X Y 这XY 分别是number number数值型 同时返回的值类型 也是number数值型 函数体非常简单 返回X加Y 也就是说 咱们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会传过来两个值 然后函数里面的内容 是把这两个值相加 再返回给调用处 那返回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number型 对吧 OK 咱们先运行计算代码 看一下简单的函数的定义 我这赶紧开一个文件 OK 然后把咱们代码拷贝过来 这个是基础的基础 这个必须要绘 我给您讲完函数 您都学会之后 咱们马上就讲类设计 好 咱们开始 拷贝过来 然后编译运行 老规矩 打开一个终端 然后这地方敲TSC空格 然后编译哪个文件 编译成功 最近您没觉得 我这讯息变快吗 对 因为我升一下机 好 大家请看啊 我做了一个加法函数 然后呢 有两个参数 XY 然后呢 函数体是返回XY 然后我调用它的时候 大家请看 向控制台进行输出 什么 一个ADD函数 然后这函数里面呢 我传了两个值 一个是10 一个是5 10加5等于多少 15 所以说 在控制台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打印出来15 没问题吧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函数正常的在工作 OK 那么接下来 这个我也拷贝过来 咱们定义完了一个加法函数 我能不能再定义一个乘法函数呢 当然可以嘛 对吧 咱们试试啊 看啊 Function 函数关键字 Multipy 什么意思 乘 两个东西往一块乘 对吧 然后呢 又是两个参数 XY 各式数值型 返回值 没有问题 number型 然后函数体 大家请看 我return 返回一个X乘外 对吧 刚才是什么 X加Y 对吧 现在是乘法 所以说这地方是乘啊 然后定用方法 没有说的 控制台输出 然后呢 定用咱们的乘法函数 同时传两个值 15 那么咱们看到结果应该是多少 10乘5 50对吧 好 马上编译运行 那也就是说 咱们控制台会出来两个值 一个是15 一个是50 正好反过来 看一下 够 大家请看 一个是15 是做加法运算 一个是50 是做乘法运算 没问题吧 OK 函数就是这么简单 非常简单吧 OK 然后我再给您说一下 GS或是TS中比较特殊的地方 什么 函数的变量 拷贝过来 看一下 咱们在Java中 在其他的高级语言中 其实没有这个属性 但是在GS中 或是在TS中 是有这个属性 咱们看一下 我刚才 稍等 我把这个控制台关上 大家请看 我刚才定义了两个函数 加法函数 乘法函数 没问题吧 OK 然后呢 我在这地方 去直接调用这个函数 这儿呢 我传的是函数名 对吧 OK 其实在咱们GS 或者说TS当中 咱们可以把这个函数 附给一个变量 Light是定义变量 对不对 比如说 我定义了一个 FunkADD的变量 这个变量并不是什么数值 并不是什么字符 它本身就是一个函数 为什么 因为我把ADD这个函数 附给了一个变量 同理 乘法函数 我也附给了一个 FunkMUL的这么一个变量 注意 它现在可是变量了 那么 咱们附完两个函数变量之后 接下来 咱们该如何调用函数呢 这调用方法非常简单 这个地方咱们刚才传的是ADD 现在不用了 咱们要传这个函数的变量 其实就相当于是调用ADD这个方法 于是说 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将这个函数的地址 传给了这个变量 这个函数的地址传给了这个变量 引用方法呢 其实和咱们调用原函数是完全的一致啊 完全的没有问题 这个呢 其实增加了咱们编码的灵活性 或者说 以后咱们学习设计模式的时候 这个模式 让一个变量可以动态的 加载各种函数来完成各种各样功能 比如说 咱们连接多种数据库 接着用一个变量就可以完成 这个咱们以后讲设计模式时 我会给你讲到 好 咱们看完啊 显然少计 咱们这地方定义了两个变量 然后同时调用这两个函数变量 看看能不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马上编译运行 开窗口 然后TSC控格test.ts编译 成功 然后我在执行的时候 应该出现四个结果 前两个结果是直接调用函数出的结果 后两个是调用函数变量出的结果 咱们看一下 没问题吧 前两个后两个 我可以把后两个改一下 比如咱们改成10 50 这都没问题啊 好 再编译 编译完清一下屏 为了让您看得清楚 然后直接node 大家请看 前两个是15 50 后面呢是60 500 没问题吧 正确的计算 正确的得到结果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关于TS函数的定义 以及使用的方法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我代码呢 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期就这样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